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 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 要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你要写信给 别加谋教会的使者 说那有两刃利监的 说我知道 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巴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情 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们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 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叫他们吃 祭偶像之物 行坚引的事情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别加末教会是启示录当中的其中写信的一间的教会 在主前539年的时候 古列王曾经攻打巴比伦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加勒底人 他们因为逃难的关系就辗转到了别加末这个地方 居住的时候同时也把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他们传统的宗教 也就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来 后来罗马帝国并吞的时候 他们也在那个地方设立了有关于凯撒大帝的一个神像 在那里敬拜 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 居住在那地 只要称之为自己是基督徒 他们就被构成对罗马帝国的不忠 因此他们在效忠罗马皇帝的宗教仪式当中 就在庙的当中就悬挂着凯撒皇帝的像在上面 如果你对他表示不忠的时候 没有跪拜他 那就被认为是卖国贼 因此就被认为是公敌 这在当时来讲 对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迫害 我们在最近当中 可以看到电影有关于日本的基督徒 他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 也遭受到日本传统的佛教徒 有极大的一个迫害 这个背景是蛮类似的 我们回到别加摩教会 在那个时期当中 当时的居民可以区分为两类 有一类他们比较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百姓或公民 他们可以佩戴这个剑 另外一种平民是不准配剑的 那么有配剑的就常常就非常的嚣张 拔起剑来恐吓基督徒 强迫他们要否认基督 罗马士兵更是用一种双刃的短剑 有利刃 有着锐利的尖端 两面都可以用 非常锋利 可以置人实地 所以这个剑可以代表是具有身杀大权的 所以当这封信交给 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 他就说了 那有两刃利剑的主的剑比他们更厉害 在这里所讲的就是 勉励他们你们不要怕 那个手上拿着剑的 你们要怕的是未来 真正具有两刃利剑的上帝 他口里面所说的话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髓跟这个摆结之间都会被刺入 连我们的心都被辨明出来 上帝说这才是真正利剑 我们要怕的就是这件事情 因此这封信交给他们 虽然他们的身体会面临极大的迫害 但是他们接受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的 别加末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文化的古都 当时他们有一座非常大的图书馆 可以讲在希腊罗马的一个宗教中心之外 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之都 不过在这个城的山上建了两座庙 一座是祭祀宗师 在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祭祀撒旦的一个宝座 我们在台湾你可以知道台湾土地不大 但是祭祀神明的地方至少有四个以上 我们可以讲说台湾可能比别加末更是严重 被上帝来愤怒的一个地方了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在这么一个浓厚的宗教的环境当中 别加末教会怎么建立得起来 怎么有可能呢 我们或许可以联想 保罗在地中海这个地区三次的布道 他曾经在伊布索住了三年 有可能这福音就是传到这个小亚西亚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人从伊布索 他们离开搬迁到别加末 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 当然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些是忠心的人 但是也有些他们就没有如此的忠心 因此主在这边就告诉教会说 弃解我的不领受我化的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在这个地方在警告就是说 别加末的信徒 你不要跟这个世俗这个妥协 为什么在讲这件事情 这边所讲到的巴兰的教训 我们知道巴兰的教训意思就是说 可以跟当时代的文化可以妥协的意思 拜过偶像的积物没有关系 视为平常 同时也说了有人服从尼格拉党的教导 也就是说犯罪没有关系 只要悔改就可以了 所以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 被视为跟世俗妥协的一个地方 信中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如此 必须坚持到底 就像书信当中提到的安迪帕 他忠心到底 虽然在那个地方他也受到了迫害 但是神会纪念像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悔改 神的利剑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 同时也说了 如果忠心到底的这样的人 上帝要赐给他们隐藏的玛纳 我们都晓得在出埃基地当中 以色列百姓他们吃的就只有玛纳 你会发现很奇怪 就是玛纳白色的东西 有点像今天的白菇或者香菇之类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维持的以色列百姓40年 而玛纳它包含人类所需要的维生素 矿物质 酵素 什么都可以 什么营养都可以了 有科学家就开始研究 怎么样能够研发出类似这样的玛纳 将这个食物送给太空人 带着非常轻便的东西 在太空可以作为食物 我们没有办法做成像玛纳这样 神说如果忠心的要把属天的玛纳赏赐给他们 意思是说永远不饿 永远不渴 多么好的一个祝福啊 主耶说坚持到底神要给他一个白石 在这个石头上面会将你名字刻在上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末后的时代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的神赐给我们永远不会饥饿的玛纳 并且赐给我们名字上面有的白石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